謝謝您 謝謝 兩歲小男童拿著客人給的錢 叫可以挺著肚子 還得忙著裝地瓜的媽媽 董事快搶的模樣 讓大人們看得覺得超貼心 但看在媽媽眼裡卻是心疼又不捨 跟著你有沒有含淚或怎麼樣 多多捨捨也會 因為他畢竟是去上課 上課下課之後回來 然後又跟著我賣刀收盤這樣子 看著才兩歲大的小兒子 在寒風裡像個小大人幫忙做生意 媽媽越想越難過 原來這名孕婦媽媽叫做阿儒 懷胎已經七個月了 但因為丈夫入獄 娘家又在雲林 只能扛起家計 獨自撫養兩歲兒子 一開始在嘉義仁愛路擺攤 一天根本沒有幾個客人 還好有好心人幫忙 把阿儒的故事PO上臉書 引起大眾關注 這個媽媽也有懷孕 也希望這個媽媽可以跟小孩子 早點把地瓜賣完之後 趕快回家休息 所以從台中 從更有的地方來這邊 來幫忙他 來給他補償 我覺得這個社會還是有溫柔 當地里長表示 阿儒的故事在網路上傳開之後 不少網友紛紛表示願意幫忙 甚至還有人拿了兩千元 要里長交給阿儒 希望他能夠幫孩子 多添一件衣服 讓里長感動到忍不住流淚 但由於阿儒明年二月就要生產 恐怕沒有辦法再賣地瓜 維持家計 未來應該怎麼辦 他卻無暇多想 然後就是現在是穿美好地瓜 就是目前是要幫小孩子生這樣子 因為也快生了啦 帶著兩歲兒子的阿儒 一個人為了撫養小孩打拼的故事 感動不少網友 現在只希望政府民間也能幫幫忙 讓這名辛苦的孕婦媽媽 可以不用太操勞 記者侯國文 陳昭谷嘉義報導 請您們先禁錄 我們來看一下 潮水 林丹 被做到 然後 進來 走 走 走 感谢观看